夏季恶鬼苦 夏季恶鬼苦 夏季动物苦 夏季动物苦 特别各位住在澳洲 我可能要拜托各位 不管你每天做任何一个功德 会像这边的袋鼠啊 兔子啊 这些听说羊被杀很多啊 乃至牛也好啊 乃至当然各种的人类 都可以观想一下 若有见蚊子 若有见蚊子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佛教最圆满的教育是 劝大家都发起 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善事 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发菩提心 来 尽此一报生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早得趁愿再来 早得趁愿再 倒架持航 朴度众生 回向正言法师 所有法师 身心自在 利益众生 所有护持者 所有持记会员众等 福喹圆满 同诚佛道 空城佛道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還有五分鐘 可以問我 我不見得會給你答案 但是我會去思考 有嗎 你和他們說八點 一般我們都不會有問題 下班下課才會有問題 就是水水量 好謝謝大家 我去看吧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理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防疫醫師林詠卿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清明節掃墓 部分縣市沒有開放鹿塔祭拜 也不提供掃墓專車 為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建議可善用內政部 與部分縣市提供的線上祭祖服務 科技掃墓心意不減 此外可安排少數親友代表祭祀 並透過直播視訊 讓家庭成員可以同步表達孝心 如果需要親自祭祖 請注意以下幾點 1. 避開清明節當天人潮或炎後 掃墓行程 2. 與他能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3. 勤洗手維持手部清潔 4. 配合工作人員量體溫 如果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者 請在家休息 不要出門掃墓 慎重作業也要團結防疫 缺你不可 4. 洆消費 4. 洪水 1. 洋 110 1. 洋5 1. 洋5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是天天都会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有饮食这个部分 那其实在长者他们的使用的部分 知道年长之后 激励啊手部的一个功能啊 精细动作的部分 就相对的会比较弱一点点 那我们怎么样的帮他选择了一个辅具 就是在进食的部分 是比较得失应手的 那我们首先呢看到了这部分的话 在于汤匙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到的重点 就是必须要加粗或者是加重 那粗的部分的话 它的握的方式会比较好握 然后重的部分的话呢 它这上面是会有一个 是类似像砝码的东西放在里面 所以它的重量是有的 那如果你要让它加轻一点 也可以把这种砝码先稍微拿掉一些 那重的话就能增加它的稳定性 相对的呢 我们这个汤匙的部分呢 也可以调整它的角度 假使它的手的 弯曲的角度没有到达一个很大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到我们的口中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角度变大 弯曲角度变大之后 它可以直接的就是 可能平行的就可以直接挤口使用那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加粗原理 但是它的重量就没有相对的 像有砝码的这种的重量那么重 那它的汤匙的部分 也是可以做一个弯曲的动作 一样是可以折的 你要折倒弯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有一些的长者 他们可能有一些像抖动的问题 比如说像巴金生之症 那他们抖动的部分的话 很常就是因为你的手占抖 然后你去摇任何的东西 到你的手的时候 它已经东西就基本上是没有的状态 那如果说有加了重量之后呢 它增加它的稳定音性 它的手的摆动的幅度就不会那么的大 那不会当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挤口的时候 食物比较容易成存在这个糖尺上方 这个糖尺它也是有加粗的功能 但是呢可能它长者的握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加了一个绑条 就是说它的手 当它的手放进了这个调整袋之后呢 我们帮它竖起 然后固定在它的手上 就算它的手没有握住 汤匙也不会掉落在地面上 可能就是防止脱落 那一样就是也可以使用 使用在叉子上啦 汤匙上都是做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一般我们常见家庭使用的一个汤匙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汤匙都是那么的细 但是它握的时候相对的也是比较困难 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种塑胶条 然后水管其实也是可以 只要它的那个里面的直径够小的话 那一样插入到我们的一般的汤匙上 家中所有汤匙都可以做使用 就是有加粗的功能喔 再来这个是一个卷卷条 它主要呢就是像如果一般我们家中的汤匙呢 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加粗的功能 把它卷在我们的汤匙上方 一样是增加它的那个握把的厚度 这样子也可以防止它就是脱落的问题 那如果说它的握的力量一样没有那么大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固定的动作 一样是头端只要固定几圈之后 我们的手伸进去 然后做一个缠绕的动作 这样子就可以扣在我们的手上 一样可以吃 再来就是这部分的话 它只有一个夹的这种握力的话 那它可能汤匙没办法直接摇又摇的动作 那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类似像夹子的概念 然后呢它不管是用水状的东西或者是泥状 甚至到我们一般的饭都可以 那只要放进去之后我们做一个夹的动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食物给摇起来了 对 那像这种的汤匙呢 它主要就是如果说喂食的部分长辈 它没办法做一个舌头将食物卷到我们嘴巴里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把食物放在上方的时候 做一个往前推行的动作 那它就可以直接把食物送到我们的嘴巴里面 再来这种也是算是繁化的一个汤匙 那它主要呢它的头端是软的 所以相对的呢它可以去减少到减少我们吃的时候 这个汤匙去摸到我们的嘴巴内壁的一个问题 碗盘的部分 在碗盘的部分呢 一般就是会以固定为主 主要呢你固定之后呢 长辈它们在吃的时候 可能比较不容易有碗会移动的问题而产生掉落或泛落 那固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们的设计就是可能会有一边会特别的高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它今天在摇东西的时候 那它做一个往上摇的动作的时候 可以避免掉食物直接的翻落在外侧 对就可以顺利的到我们的糖尺上方 那盘子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把所有东西集中到我们的对侧 然后呢东西就会直接的在汤匙上方 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这两个呢它算是喂食的符具 那我们有分泥妆的东西 食物的东西或者是水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就是可以 喂食者它可以去衡量进食到长者 它的嘴巴里的量一次的量 那当我呢上班会有两个可以放置我们指头的一个空间 那当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它就是给你50cc的量 加食就是一次就是50的话 那就是压下去的时候就是50cc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样压下去的时候 可能就是可能几cc 那它一样从这边就直接的 进入到长者的嘴巴里面去 那再来呢这是汤汤水水的部分 那我们在喂食 喂它喝水的时候 其实长者他们在喝水的部分很容易呛到 那为什么是因为水的流速太快 或者是说每次给的量太多 那我们如何衡量就是以这种喂食器的部分 去衡量它一次倒进去的时候水的量 我给它一口然后就是压放手之后 它就会固定住 所以就不会再继续流下去了 然后再来如果长者它是可以自己喝水的部分的话 但是我们因为吸管的速度它一次吸的量 你也不晓得它的力量大不大 那一次起来有时候或许会去呛到 对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单向的吸管 防止它避免一次性吸入太多的水 而去产生呛伤的问题 再来这就是不抖杯 不抖杯的话就是 今天我们长者它拿起杯子 好 它可以自己喝水 那喝完水之后放下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就把它翻倒 可是这个杯子的好处就是说 当你放下之后 它不管你什么方向 它就是不会倒掉 就是避免到泼弱的问题 那其实长者它们在喝水的时候 脖子我们一般喝水脖子 一定都是要往后仰 不管是杯子或矿泉水包特瓶都一样 那今天如果说是长者的部分 它们的那个头向后仰的动作 相对的没有像我们那么的顺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让它也是可以用使用杯子喝水 就是用这种杯子 这个嘴巴是放在下方的地方 缺角的部分是鼻子 就是避免掉这个杯圆去碰撞到鼻子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缺角 好 那我们喝水的时候呢 只要把杯子抬起 我们的头不需要去做一个后仰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把水喝到杯子 喝到那个嘴巴里面去了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开瓶的部分 其实长者有时候可能会自己做料理 或者是说可能吃粥的时候会有所有的罐头 那一般我们在家中 我们其实我们一般人在开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力量会不够没办法开 那只有这种叫做 紫滑的一个开关器 那它就是放上这个瓶盖之后 然后做个旋转的动作 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把这个瓶盖给打开 对 那另外一种形式的话是这种夹式 那它有很多种就是直径的大小都不一样 甚至到宝特瓶的大小都可以开 对 那一样就是做一个固定的动作之后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瓶盖打开了 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